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7年有一天晚上我们早已抢劫了 刀尖伤到脊髓神经了 胸部以下没有直觉了 再晴朗的天看不到阳光 什么美好啊 换成笑语啊都是别人的事情 就想把自己暂时的先封闭起来 基本上就崩溃了吧 连累都快干了 但是加勒头遇下 遇下时期以后是自立不了 师父把洗凉水都被他端倒 传根前洗凉 七年时间 轮椅都已经晒坏了 那扶手都已经晒朽了 没有做过 逼着自己走出来 别让孩子觉得家里面父亲啊 顶梁柱是这么弱个精锋 快进去 没事 没事 好 伤后第一次走得最远的一回了 然后辗转从这儿坐车到南京 然后往黄山去 见到最多轮椅的一回 回家来的路上就想 我们能不能影响一位 能不能影响两位 然后身边这些朋友 能不能足够的让他们也开心起来 当时大家特别都去学 这个心理资讯生的一个考试 我们也来学一下 然后做人自助吧 我们今天去一家 我们连续有三四年帮助过的 孩子是脑瘫加烧伤 关门 小心手 好 谢谢你 上回拿来的书跟哥哥都看了没 没看 看了一遍 看了一遍 好 就这一遍 好 握握手 握握手 现在能站多久了 现在他自己有时候 当时也能站一会儿 孩子这药还在抹吧 他这药也抹 问题是现在现在 你也知道我经济上不行 绝大部分都是地宝 都是用农村地宝去 过日子 他没有劳动能力了 像我们坐在轮椅上这些朋友们 基本上都没有劳动能力 我们帮大家去做卫商电商 培训大家卫商电商的就业技能 但是很局限 只有一家两家 会收益 更多的朋友 还是在观望做别忘 你好 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您是收件人还是发件人 这宫廟有亮 首先还有五尺 就像我们做人一样 有历史 有历史 以前在家的时候 都不敢出门 现在走到大街上 终于圆着的口罩和帽子 我感觉像黑暗中 出现来到光 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 比钱更重要的 我就感觉 我真正就是找到了 自己的前进的那个方向 我想更多的其实是想 让大家觉得 能好不容易走出家门了 就变成他们的第二个家 超高和高大 只会让我们也能更加勇敢 因为这是一只骄傲 这叫做海鲜 我们计划让更多的残疾朋友 通过这个项目走上 克服岗位 我们下一步也计划 开展一些动物漫制作 以及电商的一些业务在上面 让有不同特长的残疾朋友 扎巴斯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 人生也好 我们的工作也好 应该是那哥队上的骆驼桃 应该是我们单下上的那一往后 我要坚持 把这条路一直要去走下去 从自力更生到助人为乐 从助人为乐到贡献社会 刘伟平用实际行动 书写着生命的坚强 在第六届CCTV慈善之夜晚会上 刘伟平也荣获了 CCTV年度慈善人物 说一句我自己来 原来那么艰难 黑暗中需要的 是心底的火焰 推动自己的轮椅 走出更多人的尊严 开一条路 辟一片天 让生命的舞蹈优美伟岸 CCTV年度慈善人物 刘伟平 伟平 你前进的速度真快 我都差一点没追上你 所以我们决定 先给你颁奖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理事长王奈坤 为CCTV年度慈善人物 刘伟平颁奖 伟平 你说你最大的理想 是让所有的残障人士 都从阴霾当中走出来 你觉得今天 我们离你的这个理想 还有多远的距离 就如我们现在 去执行的中纪会 吉山乐业 残疾人 网络就业项目一样 能通过自己努力 通过自己自强 通过真正意义上的 那种自强自力 获得一种自尊 获得社会的承认 希望将梦想早日照尽现实 卫平 这点请你相信 我们所有的人 都愿意陪着你 每天哪怕向前走一小步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残疾人事业 感恩大家 谢谢由你们一路同行 从克服自身的困难 走出困境 到义务的为残障人士 进行献身说法式的心理辅导 那张敏老师 我想问问您 从刘卫平身上 您感受到了什么 我觉得给我两点触动非常大 一个就是在我们 一直的印象当中 对于残障人士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经济上的救助 比如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训等等 其实对于残障人士来讲 他的心理的慰藉 或者心理的这种抚慰 远远我觉得要大于 对生活上的一些救助 所以刘卫平 其实是在从事一个 更高层次的 对于残障人士的 相关的这样一种救助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从目前来看的话 残障人士 是我们国家关怀的 一个特殊群体 每年的这种 相应的投入也比较大 但是怎么样 未来能够变这种 输血为造血 这不仅是说 能够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也增添残障人士的信心 这一点上刘卫平做的 应该说是可圈可点 刚才我们说到 做这个心理辅导 金教授 其实对于残障人士来说 不仅仅要克服自身 那是心理上的困难 其实他们在社会当中 就业方面 也会存在很多的阻力 那么您怎么看 刘卫平他们的这个 互联网就业项目 对于残障人士 实际上对残障人士来讲 如何融入社会 融入社区 让他尽管 所有一些身心方面的残障 但是他依然能够 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到他的价值和地位 这是非常关键的 他的意不在于说 他自己其实是个残障人 但他还非常乐观 豁达地去对待生活 而且自己去解决 自己的就业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去帮助其他材料 让他们也回归社会 帮助他们去就业 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因为这是对残障人 真正的尊重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常说医者人心 而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人 他不是医生 却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 陪伴着一群离患癌症的孩子们 共同面对着病痛 治疗与康复的所有考验 说头他说总是说痛 掉很多 简短一点就不顺 他说很痛啊 我说头说头 余生也跟他说过 他不肯剪啊 剪到还会再长出来的啊 像他的头发剪 等一下你再删你进去 它还是会长出来的 他就会不会剪 可以不放了啊 可以不放了 但是你生病了啊 不放了头发就不会掉 我的极细淋巴细胞白血病 医生说我的头发不健康 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是不是都不舍得剪啊 怕不怕啊 有点怕是吧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订阅 为我光头,我愿意 为我光头,我愿意 为癌症儿童去筹款 以实际行动 像这些光头孩子一样 感受一下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 在大众的传播上面 会比较有影响力 但是他对正在住院 正在光头的这些孩子的影响 不算是很大 因为他们看不到 对这个人群很熟悉 你只有对这个人群 对这个问题很熟悉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 为爱发生这个项目 是从头发到头发 给大家汇报一下 为爱发生的主要的一些新的发展 就是一个已经送出去的 我们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 能够跟幻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为爱发生 它可能会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可能会向着大家的东西 是在哪里 可以看到这些人 我觉得他除了一个捐头发 他还给到这些孩子一些信心 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 都能够得到治疗和照顾 而且是有生命尊严的 治疗我们可能没办法 去帮他去解决 但是他的童年 我们一定要帮他恢复 帮他拥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童年 小婷 您好 这是上个月收到的图发 大家那边的 然后也到处去工厂 上次那个家子做的小朋友 假发做好了没有 做好了 小朋友天天在吹 男男姐姐 她会来捐助她的头发 就是那个姐姐的 她还是变成你头发的头发了 我的妈 像一朵花这个地方 姐姐送给了我头发 我送给她家族 我一看到这个画面 我很激动 因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为了这一刻 就是为了孩子的笑容 为了他们的自信自尊 缘头发 做游戏区 其实就是为了孩子们 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 让他们的童年 没有那么多痛苦和遗憾 其实男的事情有很多 广州政策带 它最重要 只中在做服务方面 所以它在筹集资源上面 相对会有点难度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的资金 只能够撑个两三个月了 如果我们筹不到钱 那你怎么办 如果我都说不干了 我投降了 这广州政策带就没有了 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 所以有一天 如果我们只剩下两个人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重新以自认者的身份 去做服务 我们十三年前就是这样子 爱是可以传递的 每一个人 它都像一个火种 然后再大到每一个工艺组织 它也是一个火种 这些火种慢慢增多的时候 它就连成一大片 能够温暖到每一个人 传递大爱 温暖人心 罗志勇和他的金丝带团队 不仅让癌症儿童 得到了有效治疗和照顾 更让他们感受到了 生命的尊严 在第六届 CCTV慈善之夜晚会上 罗志勇也荣获了 CCTV年度慈善人物 光头不可怕 游戏一起玩 许个愿帮你实现 聊聊天学会勇敢 一根金色的丝带 迁徙着幼小的苦难 把孩子 本该拥有的欢笑 还给孩子 还给人间 CCTV年度慈善人物 罗志勇 欢迎罗志勇先生 也要特别谢谢你 和自己的团队 用自己所有的爱心和努力 带着那么多的孩子 和生命一起来努力 我特别想知道 作为小微公益基金 和慈善基金的 其中一员 你觉得全社会 如果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一些 鼓励和支持 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 我们可以壮大的更好 其实说实话 像我们这样的 小微慈善组织 发展和生存 都是很艰难的 无论在资金上 还是在传播上 都需要特别多的支持 我希望政府在政策上 大力地扶持 希望媒体 大力地支持 希望社会公众 能够积极地参与 我们坚信 虽然我们微小 但是我们依然有 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陆仙高 为CCTV年度慈善人物 罗志勇颁奖 我们也再次祝贺罗志勇 剪掉的是头发 剪不掉的 却是温暖 其实刚才二位 通过短片也看到了 罗志勇和他团队 在现实的工作当中 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觉得 就我个人而言 可能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资金方面的 一个困难 那么对于他们 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 如果想很好地 再推广下去 金教授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对 对他这样一个 小的公益机构 实际上要生存和发展 资金的确是个瓶颈问题 那么资金又跟什么有关呢 跟他支持群体有关 支持群体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一个社群的构建 就你有个非常坚定地 支持你的社群 另外一个就是 陌生人的支持 就是大众募捐 所以像这个项目 在自己的社群构建方面 他还是要去做 大量的努力的 也就是说要找到 坚定不移的 跟他一样的 自动道合者 来支持这个项目 那么对像大众募捐 那就要宣布他的这个理念 倡导这个项目的意义 让大家意识到 对病患的救助 可不仅仅说 我给医药费就可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然后这些病患 在病患的疼痛过程中 依然意识到 生命本身的美和价值 依然去热爱生活 给他们一些艺术 给他们以这种假发 让他们回归到 正常的生活轨迹上去 可能也具有 像医药一样的 这样一种功效 某种意义上来讲 精神方面的 这样一种抚慰 对病患以及家属来讲 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倒认为说 罗素雄他的团队 不要着急 现在先保持初心 努力地去往前走 同时做好 两个方面的工作 就是社群的构建 以及做好 我们像陌生人的 这样故事的讲述 好的 谢谢 下面我们来认识的这位 被大家亲切地称作 微笑姐姐 为了帮助贫困家庭 大病儿童 以及孤残儿童 她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投身公益事业 用微笑 唤醒了生命的希望 我就是甚至还在想 我是当时 如果她的父母 看到自己的孩子 现在变成 现在这个状态 她就还会那么狠心吗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志愿者的小组 然后我们在帮助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小孩 叫小苗 那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种先天性心脏病 就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 因为没有马上到位的资金 就离开了 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个机构 是不是会好一点 最起码可以跟医院有更深度的合作 可以一边筹款一边救孩子 周三在是吧 就开始召集身边的人 说想成立一个机构 然后没有任何的东西 其实就拿着一个理想吧 去在每天的去跟不同的人见面 去跟他们谈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是在2010年的时候 创办的春苗基金会 然后2011年开始正式运营的 我们决定叫春苗基金会 为了计念小苗 就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小苗苗 不要像小苗那样 因为缺钱离开我们 这一年是15年8月份来的 他是8月9号的 就是福利院捡到他 然后当时看到他的情况特别严重 10号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 他做了两次手术 是需要那个造口袋的护脸 我们现在差不多应该有40个孩子左右 阿姨现在是有50个阿姨 小花这个项目 一年差不多需要1500万 运营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行了 我们运不下你了 小花这个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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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陪他们一起度过 很快乐 很值得 的确是这样 崔兰兴和他的团队 不惜回报地 一直坚持守护着 这些幼小的生命 那么对于崔兰兴 以及他们团队 做出的这样一种善举 二维怎么看 对 实际上 我曾经有句话叫 哪一个生命不是生命 哪一段生命不是生命 即便在病痛中 它也是生命 所以像崔兰兴 跟他的团队 他基金会的小伙伴们 他们其实是 对所有的重病儿童 包括被遗弃的儿童 都进行救助的 而且救助到底 在救助过程中 他们不光是抄击医疗费 更重要他们是 用他们真的母性的这种爱 去对待这些孩子 让孩子即便在病痛中 还能感受到 来自于像母亲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温暖 这对我们人性 这种人性大美 所以我对这种项目 也一直涉及到 人的生命 人道 这种最基本底线的项目 我都是心怀敬意的 赵老师 您呢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 有的是被父母遗弃的 有的呢 疾病是通过 这个有需要的治疗 是完全能够康复的 所以这其实啊 不仅仅是一个慈善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怎么能让 更多的孩子 在自己的家庭 享受到这种 温馨的成长环境 幸福的童年 我觉得这是 其实我们探讨 这个话题的 一个意义所在 那么它就需要 一个家庭 有正确的生育观 有正确的这种养育观 等等 它涉及到一个人的 道德水平 也涉及到这个社会的 一个救助底线 我相信随着我们 社会的发展 未来会有更多的 儿童的这种疾病 被纳入到 我们医保的范围当中 也会有更多的 儿童会享受到 相应的慈善组织的 更好的一个 关怀和照护 总之一个社会的发展 其实我们看到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那么它也是一个 家庭的未来的希望 怎么样让这些孩子 让无力者有力 让绝望者能前行 这恰恰是我们 做慈善的 一个真谛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